過去進出台鐵台東月臺 得經過長長的地下道 再走樓梯上月臺 對於許多行動不便 年長或扛著大型的遊客來說 相當不方便 這段路成為民眾共同的抱怨 南東縣長黃建廷在立委任內爭取 在花東鐵路電計畫改建工程當中 對於台東台鐵月臺新設的 三座電伏梯工程 去年9月東工之後 舒氏展現的電伏梯 終於正式啟用 為宇客帶來新的便利 看到我們的電伏梯的啟用 因為這個是我在當立委的時候 極力的爭取 然後在去年的9月動工 那原先預期在今年7月份就要啟用 夏天就要啟用 那工程上面還有一些 出了一些小的意外 就是排水的問題 那趕緊克服去解決之後 終於現在可以啟用 我覺得對我們台東的相信來講 是算是一個遲來的公道 還給我們一個公道 因為實在講這個火車站沒有電伏梯 對很多老年人 尤其是非常的不便 你想想看上下這個樓梯要拖著行李 這個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想增加了這個電伏梯的使用之後 可以解決一部分這個問題 剛剛搭電伏梯上來吧對不對 很好的 比較方便嘛 沒有方便又好 而且沒有嘛 對對對 台東人嗎 不是台東人 台東人感覺如何 好 搭電伏梯啊手不梯 你覺得感覺 可以也不錯 不錯齁 現場黃建林強調 鐵路局將辦理火車整體效能提升計畫 部分樓梯還以水泥斜坡改善方式 未來單車客或旅客可以拖拉行李上下月台 更貼近民眾所需 高惠銘的財管報導